主要的水文資料整理 或是剛剛中午提到的核川資料的治理 那我們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這邊用一些我們之前做的一些階段報告 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做這個核川資料對照 或是核川資料整理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目前我們在Wikivac去做的最主要的工作 其實是把Wikivac QID 跟目前水利署公佈的核川代碼 還有OpenStreetMap的OSMID OSM RelationID 三者做一個橫向的對照 那目前做了364條 完成台灣11個大型流域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目前水利署公佈的核川代碼 它其實是一份類似公文這樣子的東西 或是它就是一份CSV 那它其實就只能用一些很基礎的資料 來呈現那個樣子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Google 核川代碼 或者是排水資訊 那我們現在透過把這些代碼 轉換成Wikivac的LinkedIn Data之後呢 它就可以很簡單的去產出這個拓譜 那這個是淡水河的拓譜局部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在Wikivac上面的核川 它的流域只要跟淡水河相關的拓譜 它都會呈現在上面 那目前我們已經做了500多筆的核川跟排水資料 那台灣的水文資料其實分散在非常多的局處 包含光是水利署 我們有核川 我們有排水 然後我們還有農業的這個進入 我們還有縣市管核川 縣市管排水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是可能是工業排水等等 然後還有剩下的是這個地下水道 那所以其實我們的水文資訊都分散在中央政府的各個地方 也不只在中央政府還有縣市政府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在每一個政府的資料園裡面 去撿取這些資訊 然後放在Wikivac中 透過Wikivac作為一個第三方的一個 匯聚這些資料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跟這個剛剛中午提到的這個XBAR 這個也幫他工商一下 11月20號在新竹 會有一個臨時小學校跟XBAR做的一個工作坊 那我們目前做的這個銅錢溪 那銅錢溪目前的覆蓋率是100% 然後只有一條沒有核川代碼 那這邊也感謝水利署的夥伴 目前這個缺乏核川代碼的冷水分析 也在下一次的核川代碼中會陸續補上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這個資料固執 就是單純的代碼物質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同一條河 同樣的一條河 他在同樣的一份文件裡面有兩個名字 在三峽有一條河 他在當時河川排水的 排水資訊的公告裡面 他同時被公告麻原溪跟二丘溪這兩個名字 然後後來他們把二丘溪這個名字廢掉 因為他們發現麻原溪跟二丘溪是同一條河 然後把二丘溪廢掉 但是在新的區域排水的公文裡面 大浦之線跟五丘之線 理論上應該是要匯入到麻原溪 但是他依然還是呈現舊資料 匯入到二丘溪 同樣的在舊的河川代碼裡面 那條應該被稱為麻原溪的河 現在還是提的 還是叫做二丘溪這樣 那後續我們這些東西都回報給水利署 也都在後續會獲得一些修正這樣 那再來就是分享一些很有趣的狀況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第47條 147000他叫做舊佐水溪 第48條萬星排水乾線 括號舊佐久水溪 我們台灣有非常多這種河川 它可能非常臨近 那這個可能來著河川改道 或者就是河川的就是蟲鳴這樣子 那未來展望其實是希望說 能夠把我們這個河川代碼 跟WikipediaID 或者是OSM的relationID 都做一個完整的對照 提供國際或是大家 在做這個河川基礎資訊取用的時候 一些更方便的開放資料去做使用 那我們後續還會持續會成 GLSID 等等等等 那有更多跟這個代碼對照有關的問題 也都可以歡迎來找我們 好 謝謝大家